普朔迷离 近代内加拳宗师与外加拳高手巅峰对决 竟有三个版本流传 19年传武纵红 所话说武林无信使 意思是传武界很多舞者都是江湖人 吃的是江湖饭 因此真真假假朴朔迷离的事情非常多 尤其是两位舞者进行比武的时候 往往有不同的版本传世 近代有一场比武堪称内加拳宗师与外加拳高手的巅峰对决 但是竟然有三个版本传世 即使到现在也无法知道究竟哪个版本是真实的 或者是最接近真实的 对决的双方在传武界都是鼎鼎大名 即使百年过去 他们的奇闻异事依然让人神网 他们是内加拳宗师天下第一手孙禄唐 和外加拳顶级高手千金神力王王子平 孙禄唐的行义拳得到半步崩拳打天下的郭云申亲自指点 八卦掌 从学于八卦祖师董海川的德义弟子 爱国英雄 成廷华 太极拳 从学于武士太极拳第三代传人 郝维珍 后来孙禄潭融合太极拳 行义拳 和八卦掌三大内加拳与义卢 自创孙氏行义拳 孙氏太极 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宗师 王子平在传武界 加之 他是近代茶拳出类八卦的高手 王子平有个师兄弟叫马金彪 也是茶拳名家 马金彪的弟子 晚长盛当年参加武林千古议会 杭州国树游艺大会 获得最优等第八名 但是孙禄潭和王子平之间出了矛盾 在国树馆的时候 王子平是少林门门长 孙禄潭是武当门门长 王子平想跟孙禄潭比试一下 但是孙禄潭因为某种原因 而没有应战 让自己的师职高震东代替 就是这么一件事出现了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当时国树馆内斗严重 孙禄潭与馆长张之江意见不同 因此早有退役 于是借着王子平挑战他的这事 索性离开了国树馆 第二个版本 孙禄潭与馆当时出书 书里面神神叨叨的把那家拳弄得悬之又悬 王子平看到后很生气 说既然那家拳这么神妙 我就跟孙禄潭比试一下 但是孙禄潭年事已高 怕打不赢王子平 于是让师职高震东代替 高震东一招打赢了王子平 王子平非常敬佩 于是请高震东吃饭 第三个版本 这个版本跟第二个版本一样 但高震东与王子平对阵的结果是 高震东被王子平打进了医院 这三个版本 有截然相反的后果 那么 这个各说各有理的这几个版本 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 比如第二个版本 有高震东回忆录 但是有人指出 这个回忆录 为有心之人捏造 一直到现在 这个争论还没有停息 有人认为孙禄潭被夸张的太严重了 既然他真的那么厉害 为什么会被王子平吓跑 又有人指出 他必占王子平 不是因为技不如人 而是胸襟宽大 不管怎么说 内加权宗师孙禄唐 和外加权高手 王子平之间的对决 到现在依然是扑朔迷离 这个给人讨厌址是在很轻敲心的眼镜 给人讨厌址 你就像